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打了新冠病毒的疫苗啦 而且是我跟我弟都打到疫苗了喔 真的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那当然很多人也会问我说 哎 又还没轮到我怎么打得到呢 那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有一副好心肝 其实是因为前阵子 各地方政府在推出疫苗残疾的 这个预约方案的时候 那我那天刚好就是半夜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云县政府 贴的这个线上预约的资料 所以我就直接把我和我弟 都顺便预约了喔 我那时候预约到的顺序是286号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多还是少 那想说就试试看 反正早晚都要打得到的 那结果我隔天起来一看 才发现预约人士 已经高达9000多人了 所以我才惊觉到 原来我还蛮前面的呢 那我就从那天开始 我就每天都上网去查 我的注射的进度 看什么时候轮到我 那有的时候呢 一天残疾呢 可能只有个位数 只有几只 那有的时候一天残疾呢 可以多达好几十位 那我就这样慢慢等 那一直等到呢 7月30号 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下午就突然接到电话 叫我们兄弟两人呢 30分钟内呢 赶快到斗六体育场 去注射疫苗 那我只能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前一天呢 还跟我妈跑到台北去 如果早一天呢 那就真的是错失良机了 就这样 突然的参与了 人类与病毒对抗的战争中 打了第一剂的AZ疫苗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 半个新人类了 Day 2 Hello大家好 我是阳迅翔 Brian 现在时间呢 是 7月31号的 上午 9点04分 那我是昨天 下午5点半的时候 打完疫苗的 所以 现在呢 已经经过了 14个半小时 15个半小时 好 那 昨天晚上呢 基本上 基本上是没什么 太严重的不舒服 当然等一下怎么样 不知道 可是昨天晚上 蛮难睡的 昨天晚上回到家之后 打完疫苗回到家之后 其实很早就上床休息了 难得12点就上床睡觉 然后我通常 晚上呢 有时候还会喝咖啡喝茶 或是喝茶还是 可是昨天都没有喝 然后我就基本上在床上 就是会觉得有点 有点亢奋 然后 大概翻到2点多 快3点才睡着吧 可能是疫苗在我身体里面开party吧 然后 今天早上醒来 呃 除了 打针的地方 比较痛之外 就是这个 突然变得很酸 昨天打的时候没那么酸 今天突然变得很酸 这个酸的感觉像是 那个 打屁股的时候 那个针插下去 那个酸酸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好酸 然后肩膀啊 肌肉 关节稍微觉得有点 酸酸的之外 然后 头觉得闷闷的 头觉得闷闷的 然后其他 我是觉得都还可以忍受啦 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太 太不舒服的感觉 也没有发烧 对 那 其实就 就是 就是这样子啦 目前还没有太严重的反应 等一下如果有什么 特别的状况 再来 还给大家看 现在时间呢 是下午 一点 五十 快两点了 就是说打完疫苗 大概二十个小时左右 我觉得我早上话说太早了 早上 起来之后 录完影之后没多久 再回去睡一觉 然后再睡一觉起来之后 哇 天哪 整个是 哇 那个 头痛的感觉 晕眩的感觉 然后还有发烧的感觉 就很严重的加剧 然后 全身上下的 肌肉酸痛啊 肩颈僵硬啊 反正 呃 该有的都有啦 很开心啦 因为代表我是那个 AZ认真的年轻人啦 你如果说要形容一下呢 我觉得这种感觉比较像是 呃 中暑再加上发高烧的综合体 哦 蛮 蛮不好受的 不过还是还是可以忍受啦 哦 应该听说再过一段时间应该就会慢慢的比较舒服了一点 嗯 以上 结果呢 万万没想到哦 一切才正要开始 我在当天下午呢 越来越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哦 虽然不至于呢 用痛苦万分来形容哦 但是已经足以让你没有办法去专心做其他事情了 呃 我只会想躺着哦 而且 你光是看手机呢 都会觉得这头很痛 那我在当天晚上呢 我还烧到了39度 不过我没有选择吃退烧药 我用大量的文素C 来帮助我的免疫系统 赶快去完成他的工作 所以呢 今天一早起来呢 嘿 我就复活啦 除了打针的地方呢 摸起来还稍微有点痛痛的之外 我全身上下呢 已经没有任何的不适的 那最后呢 还是要来呼吁一下 我身边的朋友们 那因为台湾的媒体呢 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哦 所以导致很多长辈 到现在还是不敢去打疫苗 那希望年轻的朋友们 可以帮他们做做功课 减少长辈对注射疫苗的误解 而且AZ疫苗对长辈的副作用呢 其实还比较不明显 反而特别适合长辈们来做施打 有疫苗就赶快打 让台湾呢 进入全体免疫 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 自由自在的出门咯 那以上就是我这个礼拜的精彩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并且同步追踪我的 Instagram和Facebook粉专页 我是你的好朋友 杨薛强Brian 我们下周见 Shit